另一日某网站举办了原子少年人继成员投票 来自水星队的黄蜂鸣成为冠军 并接受采访 没想到黄蜂鸣居然在采访中大方回应了旭风CP 疯狂撒糖真的不要太甜 旭风CP就是黄蜂鸣和盲泪旭红道组成CP 两人在拍摄水星地比我猜时的活动 被粉丝们疯狂捕捉 看得是双眼貌爱心 对于何旭旭被组成CP这件事 黄蜂鸣一开始并不知情 不过知道后也并不会感到尴尬 也没有压力 反而还觉得有一点好笑 有一点点哭 因为知道粉丝们是牢补 觉得很好玩 即使黄蜂鸣和徐旭私下关系确实很好 黄蜂鸣作为队长 在为表演忙到焦头纳额的时候 徐旭给他打了电话 最后黄蜂鸣开心到大哭 直言徐旭是团队最懂他的人 黄蜂鸣在周术网络欧颜的时候 星夜12点给徐旭打电话 但对方早早就休息了没有接到 直到第二天徐旭看见了回电后 黄蜂鸣的心情才变得开心起来 黄蜂鸣也坦言徐旭很天心 自己讲了几句话 他就知道我要表达什么 我和金牛座人都特别有缘分 一开始黄蜂鸣对徐旭的印象是很难怪 没想到两人居然后面成为了好朋友 希望他们在舞台上都好好发挥 不留遗憾呀